大家好,我们来看赵孟夫每日一字 好,那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字 这个字没有学过 这绝对猜不出来什么字 因为这个字跟我们的行书、楷书完全没有关系 那至于为什么会冒出来 这个很难去找到它的根源 所以唯一方法就是死背 这个字是什么 这是疑,疑问的疑 好,那疑问的疑呢,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说,刚刚讲说 这个很难去联想 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死背 这没有办法 我们说疑呢,上面本来这里有一个上 然后再来死 我们经常就是那一撇不要了 写一个天 行书大概这样 不要说写错字 就是行书常常会开始做一些省略 然后这里 这里类似一个走字的写法 好,这是行凯 蛮正的一种写法 然后开始做一些省略 这边走步的写法 就会写成类似支 这是 然后连贯性会加强 好,我们来看连贯性 连贯性加强 好,稍微一点点连贯 好,这还算是行书的范围 好,那这边做一些省略 这都算属于行书 这里要不要勾 无所谓 有时候就不勾了 做更多的省略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有时候呢 这一撇行书 我们都常用一个点的形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 做更多省略就是这里连贯 不回去了 这样更省略的方式 那我们说这里 就可能用一个点的形式 好,那这里笔顺要注意 这刚刚是这样分成两笔 这里就可以更省略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未来如果要想书 用这种方式可以做很多变化 甚至连贯性会更好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点过来 好,左边这边就很连贯了 可以全部连贯的写 好,这里很多笔画 好,那我们可以省略少一笔 也有 也可以这样子 好,一问得一 好,最行的方式 大概就到这个字 再来就直接跳我们的草书了 因为没办法再省略了嘛 好,草书呢就是这里 像我们这个左边 赵孟甫甫甫就是这样 好,这绕一圈 这里其实是两点 好,不一定要往上勾 好,不一定 更长的方式只是 好,造型率有不同 这一个折也可以不要 也有这种形式 好,然后可以用两点 这样出来也可以 好,所以呢如果说 我们说有一个你 好,如你的你 做一个提手对不对 上来 这里尽量还是要折一下 好,就是这样写 好,这就是你 好,如你的你 如果看以前的早期 人家在写公文 经常就这样写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用毛笔 写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那毛笔的这个 难度是比较高的 来看一下这里 哎,有点干掉了 切下来 再上去 好,带过来 再加重一点点 转一圈 好,那这里一点 它用一点点倒过回来 好,倒过回去这样